家里如果来客人了,不知道做什么菜招待,试吃这道啤酒鸭,鸡下酒又下饭,做法还特别简单,一只鸭我怕不够吃,准备半只,先把鸭的肚子和脖子上比较肥的鸭皮片下来,切成小块单放,然后把鸭子剁成块,冷水下锅,开锅焯两分钟,捞出洗净,控干水分,另起锅不用加油,把鸭皮下锅,小火把鸭皮靠出油脂, 再下入鸭块,用中火把鸭块炒到微微焦边,加葱姜八角,香叶桂皮,再来半勺皮炎豆瓣酱,炒出红油,再加入酱油,象征性的翻炒时来下,倒入一瓶啤酒,不用加水,再加三块冰糖,少加一点盐,胡椒粉,加老抽调下颜色,开锅调最小火,扣干焖半个小时,时间到了,捡出香料,开大火, 把汤汁收到三分之一,加入红绿尖椒,再来点蒜苗,尖椒熟透就可以出锅了,老弟主要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,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,麻烦帮老弟点个双鸡,有不懂的,给老弟发消息,老弟看到了,马上回复你,感谢支持。